嗨 我是冰包啦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搭長途飛機的時候 在飛機上怎麼做保養 然後還有我在飛機上 怎麼樣快速化妝 因為我很常出國搭飛機 然後有時候你是一大早上飛機 然後下飛機之後就要立刻接行程 所以你不可能大素顏下飛機 因為這樣會很醜 然後有時候海關會認不得你 所以我自己是習慣 例如說飛日本、韓國這種時間比較短的話 我就會看情況 先在機場化好妝 或是先在家裡化好妝 因為如果你有帶好保濕噴 或是你保濕做得好的話 其實雖然飛機上非常非常的乾 你的妝到當地下飛機的時候 也不會到太糟 可是如果你是搭 例如說四個小時、五個小時 或是六小時、十幾個小時的那種長程飛機的話 就真的非常的不建議你在 就是在台灣先化好 因為你上飛機之後一定會非常的不舒服 而且你可能還要睡覺 所以今天就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準備帶去歐洲的保養品 然後還有我在飛機上都是怎麼樣化妝的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因為都是我精簡過後非常實用的東西 所以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那下次你們出國的時候呢 就可以帶少少的東西上飛機就好 例如說很多女生的保養品是液體啊 然後你進出海關的時候 你也不確定你那一天會不會被沒收 所以我就覺得東西真的是越少越好 好 那首先呢 我通常出國的話 包包也化妝包都會長這樣 就如果看過以前收包包的文章的話 應該都會知道這個 那個 ROVA ROVA的眼妝化妝包 我覺得這超好用 因為它就這樣小小的 然後打開這邊是可以放刷具的 那如果在飛機上我可能不會畫眼影 我就不會 不會放刷具 我就帶眉筆跟眼線筆 然後還有 口紅 就這樣 不然它其實有蠻多格層的 然後你還可以帶棉花棒啊 卸妝棉卸妝精 啊 然後如果我在飛機上 我會帶卸妝精 因為你在卸妝油 或是眼唇卸妝液 或是卸妝水 都有可能被沒收 可是卸妝精是一定一定安全的 然後又小小意表示我 可能回程的時候 我就會在這裡面放卸妝精 然後我也不用去廁所 我就在 座位上就可以卸妝 那另一邊呢 我就會放 粉底 例如說我的 上底妝的美妝 你也可以用氣墊 看你個人習慣就隨便 三色腮紅 我覺得這超好用的 因為 你就打亮跟腮紅全部都一起了 所以也不用帶打亮的東西 然後 保溢的 浴浮容保濕 冷膜 還有 還有我最近很愛用 蘭蔻的粉底液 我覺得它真的超保濕超舒服 所以 我這次去歐洲應該也會帶它 然後 它的訴求就是很像是你臉敷了面膜一樣 所以 我覺得 就算肥膩上很乾 然後我做好的保濕再用它的話 應該是不會脫妝 就是我自己講的 所以你就是帶你習慣的底妝產品就好 然後 像隱形眼鏡啊 然後一些年花棒什麼的 你也可以放在這裡 我就覺得這個包包很好用 然後又小小一個 然後它是空氣包的那個樣子 所以它其實是非常能裝的 然後 我就不會帶太大太大的花粉包 接下來呢 先來跟你們分享我的飛機上保養 以前我其實 有時候會噴保濕的噴霧 或是例如說你可以敷面膜 蠻多人都說敷面膜 因為飛機上真的太乾 然後我還會帶家屍口罩 就我上飛機一定會戴口罩 那 那我後來就是 跟保益合作之後呢 最近介紹了很多他們的保濕動膜嘛 可是我覺得這個超級好用的是因為 它薄薄的膚可以當晚安動膜 厚厚的膚可以當面膜 然後或是你要當乳液乳霜都可以 那在飛機上 這真的是太方便了 為什麼呢 我有給你們看 我的那個化妝包也會放這種小的鯊魚夾 因為它比較膨所以你可以把 瀏海夾起來 你的 頭髮才不會沾到 這樣 它有小的旅行組 就大概是這樣 小小一個 就放在我的化妝包裡 然後因為它真的非常小 所以它就是打開然後就可以用 然後這個樣子的量 我覺得大概就是可以用你去跟回來 那就可以丟掉了 或是你甚至你要敷很久 你也可以去 然後全身敷一敷回來再一罐 就是 直接丟掉 你就不用再帶太大罐 然後這放在裡面也很方便 所以我出國的時候就是會用小的旅行組 那我拿大罐給你們用 給你們看 就是它打開之後會有個鋁箔風 我通常不會把它丟掉 我會把它留著 因為 寶液的東西全部都是天然的 它沒有加防腐機 然後你可能要冰起來 這也是為什麼我跟你們說可以帶旅行組 是因為它不能開封太久 然後它裡面長這樣子 就是透明QQ的樣子 QQ的 然後它擦起來是很像水豆膜 但是水水的 就是非常非常的水 看得出來嗎 它真的超水 然後又有一點乳霜感 就是比晚安豆膜稠一點 但是又沒有乳液那麼保濕或那麼油 然後它幾乎是不油的 就是我覺得油性肌也是可以用 然後如果你是單性肌膚的話 超好用 然後你就是直接用這個刮棒 刮起來 看你想要厚敷還是薄膚 然後這個好處是呢 它也不是像片狀面膜那樣 所以你在飛機上 你坐在位置上怎麼塗都沒關係 然後你也不怕嚇到人 你也不怕那個面膜掉啊 或是飛機上真的太乾 我覺得飛機上敷片狀面膜是 就是摧毀自己皮膚的行為 因為飛機太乾了 你騙到面膜敷上去不到五分鐘 它可能就全乾了 然後它還會把你眼上的水分帶走 真的超可怕 然後又像鬼 而且如果突然間就是 比如說空姐都怪我們說要吃什麼 或是突然間有人跟你說 欸快借過一下 然後你就要敷成面膜站起來 我覺得超丟臉的 然後我自己喜歡是這樣 就是薄薄的膚 因為我算混合肌 所以我臉不是到非常非常乾 可是我在比較乾的國家 有時候是會很難上妝 或是有時候會脫皮的 那如果你是超級超級乾 你也可以厚服睡覺 或是你就像這樣薄薄的敷 然後看你要等多久 或是有時候你是化妝前 你可以先敷五分鐘 或是有時候你就這樣敷著睡覺 我覺得就像薄膚當晚 蠻動膜膚的睡覺 隔天皮膚會超級無敵嫩 真的是嫩又亮 然後因為它有加很多的 比較多保濕 反正它就是主要是很保濕 然後又可以一點點嫩白效果的 酵素冷膜 然後多的這種啊 在飛機上嘛 因為你 我是盡量沒事不會離開座位的人 因為你離開座位實在太麻煩了 就要撈濕洞洞突然做走道 所以這些剩下的東西呢 你就擦在身上 很方便 反正你身上本來就會很乾啊 然後又像手肘啊 或是臉 身體很乾的地方 你剛好在飛機上 也不知道就是 你也不能去洗手 但是這些東西本來就是比較好的 然後擦在臉上的東西 擦在身體上一定是對身體比較好 所以我就都會把它擦在身上 然後 你這個臉上敷完之後 你也可以把它擦掉 你看你要面紙擦掉 或是你直接連脖子這邊 全部都一起戴的也可以 我通常是全身都會一起戴啊 因為本來就很乾嘛 然後 恩 因為它是會慢慢吸收的 所以 你覺得如果它吸收差不多 或是你覺得 就是 想要化妝 或是 你覺得它還是沒有 就是例如說假設你膚很厚 它還是柴油在臉上的話呢 你就拿面紙把它擦掉 也不用洗 它是不用洗掉的 所以我覺得很方便 因為你就不用離開位置 到底是有多懶多不想離開位置 你也知道在飛機上要離開位置真的很麻煩 然後有時候 你如果連腳啊 身體啊 全身都可以擦的話 就臉上這些也都不會浪費啦 就全部都可以用掉 全部擦完之後呢 你就會突然覺得你的臉超潤 好像是敷了 五張面膜一樣 給你們看 真的覺得這個敷完 就臉會這樣 QQ的 然後很潤很舒服 可是不會油也不會黏 就是是乾淨舒服的那種感覺 就真的很像敷面膜 而且保溢的酵素冷膜 本來就冰冰涼涼的感覺 因為它很像果凍 它不是乳液 所以真的超級舒服 然後這個用完之後呢 因為它已經非常保濕 然後它有一點潤澤效果 所以我其實也不會上化妝水 也不用上妝前的保濕凝乳之類的 我覺得都可以不用 因為我自己測試過 你在上也可以 可是也可以不用 所以我通常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上底妝了 是不是真的很爛 就是可以精簡你所有的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 就是通常我就會在 賣免稅品的時候 化妝 為什麼會在賣免稅品的時候呢 因為那時候就是差不多要降落 可是通姐在賣免稅品 它也不會叫你把肚子收起來 然後那個時候通常是我覺得啦 就是化底妝最好的時間 因為如果你在那個之前可能太早 然後如果再晚一點 它就會跟你說要降落 要把桌子收起來 所以我自己抓的時間就是 我會看 呃 當空姐飄出來說 欸有沒有要買免稅品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最好的化妝時間 然後我的妝就會很簡單 因為其實我去歐洲前 應該會順便再接一下 睫毛 因為我現在 讓睫毛休息 所以我現在沒有加睫毛 你有沒有覺得用完之後 底妝都 上完底妝之後臉超 然後妝超甜 然後我完全沒有在浮粉 就是完全不會浮粉 然後妝上不上去 我也沒有加其他保濕的東西 就是我也沒有噴什麼保濕泥 保濕泥 保濕泥 都沒有 我就只有那個 冷膜而已 他真的是用過之後 我驚為天然覺得 天啊 這應該是保濕最熱賣的東西了吧 怎麼會沒有人發現 這這麼好用 因為我後來跟Lillian啊 Juju他們講過之後 他們也覺得 這真的是 神夢的發明 然後接下來呢 眉毛 眉毛我也是很偷懶的 用了Excel的 三頭眉筆 這個好用的地方 就是因為你看前面是眉刷 中間是 眉粉 等我一下我去找鏡子 我這樣子對相機畫 我實在是畫得不太好 好我剛剛去把眉毛跟眼線都一起畫好 因為我發現我好像沒有辦法對相機這樣畫 我真的看不太到 然後 接下來就是腮紅啦 就我說Excel這個三色腮紅 這真的超好用 而且現在Excel台灣也有 他就這樣三個色嘛 所以還有刷子 所以你這樣刷完之後 就直接可以有蘋果的極加打亮 而且這個我都說 他是好氣色腮紅 因為刷完之後 就會有一種命很好的感覺 整個臉都膨起來了 好嗎? 超級好用 然後也是我出國大飛機的時候的必備 因為你這樣不用帶刷具不用帶打亮 然後只要帶一個腮紅就很方便 然後以上 這差不多就是我的 飛機妝 下飛機的時候我可能就會長這樣 那如果你要擦口紅的話 你就隨便帶一個你喜歡的口紅 或是 你就直接沾這邊然後這樣擦一擦 也可以當腮紅就可以再少帶一個東西 給你們看錯的妝 我真的覺得那個玉芙蓉的保濕冷膜超級好用 然後你的化妝包又可以很精簡 然後他又可以順便當身體乳液 又可以當完動膜 又可以當乳霜 所以就很想要趕快把它分享給你們 那我這一趟去歐洲應該還會再另外帶不一樣 例如說早上跟晚上不一樣的保養品 就是可能跟飛機不同的會再多一點 那如果時間夠的話 我可能還可以再拍一個影片跟你們分享 接下來也可以 希望我可以多拍一點去義大利玩的影片 因為前陣子真的太忙 因為我前陣子要忙 出國的事情 然後出國要準備很多東西 然後還有很多 出國前本來就已經安排好的工作 然後要發的文章 然後前陣子去曼谷要寫的文章 所以我真的太忙 忙到沒有時間剪影片了 但我去義大利這一個月不會帶電腦 所以我會認真拍片 然後我回來跟你們分享 超期待的 如果你們有自己長程旅行 或是在飛機上的保養方法 然後也是這種很精簡 然後你覺得還不錯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給我 下次見囉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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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